綜合80年的中華路中跟學校道書館在勞政修了後 設立立中生紀念藝籠 學校又主動聯繫勞基委寄金會 要請他們來到中華路中 基盤決定讓學校的書生和附近的基民 也能欣賞到大師級的藝術作品 中路道書館特別設立立立中生藝籠 紀念這位北地中路教授藝術家 藝籠一設立 和風雅專工安排各自級的藝術展覽 這是第一次嘛 所以如果有什麼地方 不足夠請大家給我們多多的指導 也希望這個展期呢 各位回去可以跟你的家人分享 我們有繼續在白天上的時間都合在 中路道書館主任標示 好好設立這麼好的藝術空間 當然不能浪費 為了很新的藝術氣息 除了頭一棟的藝術就這麼有看頭以外 做得來未定也精精彩 能夠體念大師這種悲天明的心情 他創作的意念 然後也對他的美學的概念呢 能夠多少做點影響 提升我們學生對美的認識 所以這是我們李仲生紀念藝人開幕以來第一場的畫展 那陸續還會有 我們依據這個展覽結束之後 還有這個李仲生本人的畫展 當然李仲生本人的畫展 現在已經沒辦法取得真品了 但是我們有向國民館 調閱、借閱 在版權的… 雖然未定是在後方來明記班 不過只要是上班時間 一般的民眾都可以禮拜參觀 社區團體行進的黨已有得難 多中華新聞、中西梁、中華彩虹報道